哈囉,我是SK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幾天開始進入遊戲潮 我這邊開始沒啥時間可以做影片了 再加上這幾天 直播蠻多的問我幾個問題 我都沒辦法用短短幾個字回給你 正好16萬了 就來個16萬QA好了 那我必須要承認 我的觀眾以往都蠻優質的 通常都不帶張字 因為通常帶張字的 都會給我黑名單 要不然就是 YouTube系統會這麼幫我ban掉 你看,YouTube這個平台就是好用啊 我們先來第一個問題 你智商有問題嗎? 哇操 第一題就這麼猛啊 這題目到底誰挑的 好,我們挑正常一點的題目啦 你屁股有被用過嗎? 你他 欸 你這問 問這個問題是做什麼 你在跟有一題問的一模一樣 你看看這個 你喜歡男生嗎? 幹 這什麼問題啊 我這麼粗壯勇猛 當然是喜歡女的啊 還是因為我上次女裝誰來這樣講 其實那時候女裝 純粹是希望可以給大家一點樂趣 只是可憐練住 比我扣死成練住啊 這中間其實有很多人叫我再扣死一次女裝 我都跟他說 10萬次女裝啊 20萬就再一次啊 這麼簡單 只是很可惜啊 就還沒有到而已 你也可以在底下報名 要什麼女裝 下一題是 為什麼直播要轉平台 在YouTube不就好了嗎? 喔 終於有一個不錯的問題了 如果你有在看我的直播或是影片 我或多或少都會稍微講一下 自己的頻道遇到蠻多次的演算法問題 常常都會有 終於把它給搞好了 然後結果演算法 又因為一部片跑掉了 YouTube的概念 就是希望你這個頻道 能夠做一種類別就好了 不希望你換別的 如果你中途想要換頻道風格 就是一段很長期的戰鬥 那我這個幾乎是每天直播的人 會播各種不同的遊戲嘛 演算法才會跑來跑去 但是我到後面 就覺得這樣子很浪費時間 好不容易經營好 卻又跑掉了 那我前面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才會把直播轉到別邊 下一個題目是 買不到PS5 怎麽辦 朋友 我的頻道是SkyGAN 不是SIE 如果是的話 我應該就穩穩賺了 就算沒有PS5 應該也是削翻 至少都比我現在還賺 好不好 下一題 你覺得一個人 為什麼只能一個老婆或老公 我不能兩個嗎 呵呵呵呵 我不知道其他國家是怎麽樣 但台灣的法律 我記得就只能一個成變人的樣子 然後就算你的國家真的可以好了 你有錢嗎 你有房嗎 你夠帥嗎 還是你夠美嗎 或者是你有長得很像SKY嗎 並沒有 好了下一題 你每次笑起來都特別像宮崎英高 是不是想要模仿人家 其實也沒有 我天生就是長這麼魂 還是你要打電話給我媽問一下 下一題 為什麼我不玩魔物了 魔物是好遊戲 大家喜歡玩 我也蠻喜歡玩的 不過現在頻道屬性 就是轉成不再是只做一款遊戲 所以現在即便做魔物 也不會分享配裝給大家 只能跟各位說 不好意思 贈到寫手跟騙師了嗎 我一個人在做Youtube也很久了 大概快三四年了吧 中間雖然大鳥有幫忙了 但他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所以就變回我自己在經營 加上我的工作 比以前還要多太多了 就有點沒辦法負荷 需要人家幫忙 這幾天也有很多人問我說 是不是只應徵他一個 我覺得會怕政府道很正常 畢竟自己都沒有做了 結果我又沒有找你 我是覺得啦 現在你有工作就有工作 人家覺得你不錯就會要你 但是他們要找人 通常都會好幾個一起來 然後面試就看誰適合 或是符合業主的要求 才能建交團隊裡面 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收到通知就上辦 再回頭辭職就好了 根本就不用特別先辭職 不然我覺得你自己困擾 業主也可能也覺得不好意思 不過現在 我是已經有一個騙師在幫我 就是以前一起打魔物的朋友 現在我們還在磨合時間 要怎麼樣調適 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看諮詢欄的內容 你沒人看 做什麼QA 那你進來幹嘛 也太好笑了吧 果然黑粉都是愛我的 還特別進來問我這個問題 你直播也沒人看 幹嘛老在那邊開 我承認他講的問題是蠻好的 幹霜啦 不對我不應該這麼暴怒 前面雖然也有嗆 但都好好的 人家問我問題 我應該好好回答再對 然後不應該有這個負面情緒 回到下一題廢物 嘎 嘎 幹霜 中文大學 在這兒中文大學 失敗 北辰 馬上